這個所謂的必要捷運用地 其實我們今天所提到的 三塊基地的四個不同的取得方式 因為這塊包括一塊徵收 其實就是已經考慮到 剛剛你所提到都考慮 包括說其他基地地級地形的完整性 跟會不會影響到別人做更新 這其實都考慮過 所以其實都是有符合在這些的範圍之內 所提出來捷運的必要設施 只是在必要設施範圍內 我們在犧牲了一些的效益 然後必須要調整一些圖管規定的情侶之下 它其實還是可以做出所謂的土地開發 如果民眾最終還是有人願意做 所謂配合土地開發的話 還是可以做到除了這塊徵收之外 如果當然最終通通都說我不要了 當然我們政府就是一般的方式來做興建 所以想要跟趙捷跟委員請示說 是不是針對這幾個部分 其實剛剛也有其他委員提到說 其實我們今天所提的東西 已經是在捷運如果說要不影響公企 尤其是在整個建設期程之下呢 是不是允許我們針對這個已經沒有針對性的東西 因為剛剛所聽到很多陳寗議員 包括這一塊 其實我們現在沒劃進來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松台公益 所以沒有其他還有剩下的第一次松台公益之外 沒有 所以這一塊是我們私權部分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在這一塊來講呢 民眾提到的其實不外乎就是 一個是除了七層樓的希望說 專案的方式來處理它現在的容金比一般的法定還要高 另外就是民眾當然不只他們了 R03也是一樣 包括萬大型幾大地主也是一樣 不外乎希望容金能夠盡量的滿足盡量的提高嘛 這個部分我們剛剛也被報過說 其實我們這個部分來講 剛剛的試算是用我們現在法定公開的一個犯法的試算 跟另外的是我們期許拿到兩倍的試算 但是這些都還必須要是否 剛剛委員也有提提示過 因為這個還沒有討論到定案 屆時討論的方案呢 只會應該只會比我們工展的好 不會比工展的差 包括內容 包括程序 是會更好 那更好的話 民眾的期盼 如果說更好的那個努力度 他們能接受 當然最終 我們還是希望說照原來的方案 做責任理性的一個開發 所以能不能允許說 在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我們一方面是那個地方 還沒有討論到定案的東西 我們如果說現在去跟民眾談 也不知道要談什麼最新方案 一種方式就是 能不能允許說 這種方案就先讓我們提報到大會 然後在這段期間內 市府 因為提到之前 我們必須要有定案嘛 那定案之下的時候 民眾說是 他們也會知道方向性的話 如果今天到了大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提報出來 是更好的情況怎麼樣 屆時再看民眾 是不是就可以回心轉意說 其實市府也提出很大善意 包括這段期間內這一年來的 大家想到我們目前的都市發展 還有包括我剛剛所提到的 剛剛發言有提醒到說 現在中央法令 甚至一堆一些容積 是越來越嚴的 所以似乎 這個方案還比那個法令 還要更好了 感覺上 所以說還有一個機會 去讓他們去說明說 是不是在大會的時候去提說 是不是要做一些適度的放寬 因為在我們立場來講 我們大家是絕對不放棄說 整體性的開發 是對大家都是塞營的部分 那屆時 而且我們只是在台北市的一個部分 你還有一個內政部的審議 那再加上說 主要這一年時間 其實我們一年時間是沒有在等的 我們都有在做 包括議員啊 陳情啊 我們都有在做說明 所以這個部分 就欠一塊就容積還沒有做確認 那至於其他的 包括今天宣布出來 就是已經告訴他 我最想用地面積 就是要這一塊 所以是不是允許說 我們就可以去提招大會的部分 那至於剛剛所提到 穿越部分來講 其實穿越 其實在以往來講 他是沒有都假變更的 反而是因為我們希望給他更好 我們才提了一些內容 是希望讓他在都假變更好 約束他更好 所以我們已經是有 提升更好的一個精神了 所以只是在於說 說明的部分 當然我們持續性 隨時電話聯繫 我們都會做這方面的補充 做說明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這個案子能夠 比較 這一年的時間 能夠盡量把它追 追回來 要不然中央那個 我們也蠻擔心 一個建設期期程 謝謝 我們現在的 deadline 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有沒有預期的一個 deadline 什麼時候 對 因為剛才講的說我們明年下半年要發包實作 那按照這樣時程至少年底之前要送到內政部去 那剛才講說我們雖然有時間先試做隧道段 但是我現在設計 西部設計仍在進行中 所以這個用地範圍大或小 我可能如果這個確定我要變更設計做一些調整 這個配置就做一些調整 所以就要盡快來確認 當然剛才很多委員建議說 他們再給他們一點機會 那剛才我們科長就是建議說 到大會 最多到大會的時候 你們沒辦法整合 那恐怕也就沒辦法等 那以後就自己自辦更新 或怎麼樣 事實上以現在最小用力的範圍 他們都還是有機會可以辦更新 其實提到的 我們大概理解松來公寓這一塊 應該他有機會可以自辦更新 為什麼剛才提到這個必要最小限 我想那個 捷運局這邊也大概做了蠻深入的分析 但是像譬如說這一塊 譬如說這個七樓建築物 如果我們今天 因為這個隆基潭不冷 那我就把它排除了 那到時候他可能就沒辦法更新了 他跟這邊 所以就是這一塊 我想我們要充分再去檢視 也就是說剛剛講過 我們不要去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去製造另外一堆問題 就是說讓他的彈性跟機會都沒有 我想這件事情我們要確保 那剛剛大家也提到就是說 也提到就是說 一些我們剛剛講的容積上限這一塊 我不知道我們府內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那高層本來就討論過定調是兩倍 那因為其實 現在討論的是另外一個層次是說 本來捷運連開的上限就是1.5倍 但是呢 因為有一瓶換一瓶的這個因素 所以呢 捷運局希望說剩下那個0.5倍是 可以不需要透過都市設計 或者是都市更新的審議的機制 然後或者是說他只要具備捷運這個身份 他就可以百分之百得到另外那0.5倍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那在發展局內部是認為說 不見得每個委員都可以接受說 只要因為你是捷運連開 你do nothing你就得到這百分之五十 所以曾經我們試著是去要求他做到哪些事 然後再給他不同項目不同的獎勵 比如說他在時間上能配合 然後他在規模上他也做到整合 然後或者是說他也做了一些像綠建築 或者是像機有容積的保障 但是就是因為有一些的項目 其實還是遠教現有所有的機制寬鬆 甚至是那個0.5倍的那些的項目 其實比一瓶換一瓶還要寬鬆 所以這對在府內討論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合理性跟必要性 還是需要來做理清 因為這個已經是很大的突破 如果以往離開就是1.5倍 那我們現在講到兩倍 那這兩倍的部分 他們還是沒有說是去買容積 或者是增額容積 那總是希望說 當然你總是會希望說他好歹有一些貢獻 在道路旁邊的便利箱 他可以吸納進來 或者是他可以留什麼樣子的轉正設施 或者是他可以怎樣 否則就這樣可以得到百分之五十 不見得市府內部 或者是委員會 其實也不見得是可以得到共識的 因為從不管是捷運局 或是台北市政府來說 其實我們已經投入了很多的 重要的建設在新一區 那這些重要的建設 其實某種程度也讓這些地區 他有更好的都市更新的條件跟籌碼 即使他的容積率沒有增加 但他的價值也增加了 所以其實公部門也會是希望說 盡可能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那但是兩倍的這個定調 應該是不見得會改變 那至於剛剛沙委員有提到說 那有沒有可能再去買 或者是說 因為本來捷運連開 有一部分是我們捷運局尊回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這個部分是讓土地所有權來買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市府內部要在做討論的 地區一定要誤單 不能坐在那裡說 我什麼一坪換一坪 以前還有再加兩個車位 我自己用一個另外一個車位去租人家 天下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全台北市一百多個站 大家那個地主怎麼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市政府能夠的最大極限是怎麼樣 那跟那個可以推得動的這個距離 還有一段 那這一段地主至少自己都要想辦法自己要去分攤 那你即使是叫Developer進來開發 人家將來一坪多少錢 他也是一定要這個有一個差價要比 現在這個 所以就是說各位那個市民 那個一定要有一個認知 這個恐怕這個時代已經沒有辦法說 我不管 反正你就給我什麼一坪換一坪 再加一個車位 其他免談 那如果那樣 那什麼事情也推不下去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是不是大家從這一點 那至於那個連開你們那個基金 現在剩多少百億啊 因為你現在這個去畫了很多範圍 等於是一方面也是拿公權力去 講圈地不好意思啦 不過其實也差不多啦 你們既然那樣你們有些創造那個地益的時候 你也要有投資嘛 比如說我連開的那個錢裡面 我拿些我自己也吸收多少個百分幣 但是不管怎樣 但是不管怎樣對市民地主而言 哪一個地方的市民地主基本上都應該是享有的 都是要相同啦 不可以說在這裡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你畫商業區畫住宅區 其實就有很多是 好像是祖宗有德嘛 我畫到商業區 你畫到什麼工業區或者公共設施 所以這一點大家都必須要有退讓 但是剛剛趙副長講的 你那個連開的基金 就是拿出來這裡運轉啊 也許你還從這裡可以賺更多也不一樣 你偷機要十把米啊 你不能說我賺的東東我都不出那個了 都不吐一點出來 好不好 這我的看法是這樣 不過我贊成說 很多東西是府內要先有共識 因為那個不是都委會的權責啦 那個根本是市政府的權責啦 大家這個不要寄望都委會啦 幾個委員哪有這種行政權說 你就什麼幾倍幾倍 不過我們的建議是提供一個方向 市府去行政材量你們要怎麼樣 政務官就是說 那哪一部分就我買單了嘛 我政策要這樣子 當然是這樣子啊 不然大家都推給法律弄不動 那弄不動什麼都不要做 那個我補充一下 剛剛我...